那我们接下来呢 再看一下附录的部分 前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那个表 就是那个图 420页那个图呢 我会比较不倾向你去看那个 不能说不要看 但是它的文字里面 你不要去执着它那个文字 比如说第一个大说 你的储分利用是售价减掉账面金额 那因为是我的账面金额 等于我的公平价值 它那个图形是前面是 我的账面金额等于公平价值的时候 才往下去这个结果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拆开两个地方去想 我卖的时候是 我出售当时我的账面金额 要先公平价值做比较 如果我比较的结果是账面金额比较低 那我又处分利益 但是这个处分利益 我可不可以立即承认 接下来就看我的售价 如果我的售价也等于我的什么 公平价值 那我当然就可以承认利益 如果我的售价不等于公平价值 那我就要去判断 可能会发生地也 就后面的几种情形了 好 那如果我的账面金额 高于我的公平价值 那毫无疑问的 我们要先承认我的减损 资产减损损失 然后先把我的账面金额调整到 它的公平价值 然后再来跟售价做比较 好 所以这个流程里面 你自己多做一些题目 也许你就可以更有体会 所以我说 你看这个图形的时候 420页的流程图的时候 你除非要把前面那个东西都一直把它keep 就是一直把它记着 它的讲法是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一路下来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附录了 好 那附录几个问题呢 我们先从第一个 好 如果 它租约有修改了 那租约修改原则上我们一定会根据的是 如果你是资本租赁的情况之下 你做的租约修改 好 那如果你做了租约修改 我前提已经讲了 因为你是资本租赁之下 你做的租约修改 如果你是营业租赁 我们来讲 如果你是营业租赁 也有可能发生那个租约修改 但是如果你的租约修改 还是营业租赁 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的营业租赁 我付租金就承认租金费用 如果修改之后 它还是营业租赁 那靠我修改以后 要付多少租金 我就承认租金费用就好了 这很单纯 但是如果从营业租赁 修改了以后 变成资本租赁 那就你把它从资本租赁 第一次资本租赁的角度来看 所以没什么不一样 就跟我们前面讲 资本租赁、融资租赁一样 其实它基本上 如果你是营业租赁 改为所谓的融资租赁的话 对于出租人来讲 它不会有销售型租赁的存在 它只是有单纯的融资型租赁 对称租赁、对出租赁都一样 如果你是从营业租赁 改为融资租赁 营业租赁改为资本租赁 这个资本租赁只有一种形态发生而已 就是营业、融资租赁 好 那我们先谈 如果你原来是资本租赁 修改之后 它变成一页租赁 有可能啊 如果你是修改之后 变成是资本租赁 对不起 融资租赁 你修改以后还是资本租赁 它比较麻烦一点点 好 它比较麻烦一点点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我是 所以我们不讲营业租赁 修改之后变成资本租赁的问题 因为就跟我们前面讲 你的资本租赁的会计处理方完全一样 好 那我们要谈的是 如果你是资本租赁 然后修改之后变成营业租赁 这比较简单一点 既然它是一个营业租赁 成租赁而言 它就不会有租赁赁 它也不会有应付租赁款 所以你从资本融资租赁修改之后变成营业租赁 就成租赁来讲 就把圆满你账上所承认 跟融资租赁有关系的科目全部充掉 好 那差额也许就会产生一个什么 租赁变更的损失或利益 好 就看它给你的条件 变更之后的条件来决定 好 但是就很简单的一个观念 就是既然你已经是一个营业租赁 在资本租赁 融资租赁 之前所产生的会计科目全部要充掉 好 那如果是出租人的话 好 它资本租赁 然后改 如果你是销售型租赁 也不会改变它是销售型 因为只会影响后续的什么 利息的部分 所以不管你前面是销售型租赁 还是融资型租赁 当你变更之后变更的情形之下 它只会影响的是什么 你后面的融资租赁所产生的 因为销售都已经前面已经是做完了 好 除非你有变更一些什么条件 那原则上来讲 它不会改变成 你的原来承认的销货毛利 就会不见 不会 好 因为你租赁 租赁变更的话 好 改变了租赁之后变成营业租赁 那我说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 承租人就把相关的租赁所产生的资产 负债科目对冲掉 然后出租人呢 原来已经代计出租资产了 这个资产因为变成营业租赁 这个资产又回来了 所以他又把它冲销 原来所承认的应收租赁款就要冲掉了 好 原来融资租赁之下 资本租赁之下 就出租赁来讲 我讲资本租赁会涵盖的 比较大的范围 就包括你原来是销售型租赁 或者是融资型租赁都一样 你就是因为变更了之后 你把原来变更的时候 当时还存在的应收租赁款 未实现利息收入重调 好 条件 就如果你变更那个时候的 要去重新评估一下 会有没有发生变更租赁损失或利益 好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呢 这课本上面先讲的是 如果你有发生 出租人有原始直接成本的发生 好 那如果出租人原始直接成本发生的话 他要当作他的什么 净投资的增加 好 就等于是说什么 他负出去的 未来也要把他收回来 好 因为就出租人来讲 我先买 假设我先买了一个资产进来 我租给人家 我租给人家就是我 买了这个资产就是我的投资 因为我是租给人家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会有直接成本 除了买价之外 还有其他 因为这个租赁而产生的直接成本 都当作我的投资的增加 那当然如果他的隐含利率已经有包含这个直接原始成本的话 那隐含利率就是 隐含利率如果不是 隐含利率是未包含他的直接成本的时候 我要重新去设算他的隐含利率 要不然的话 就在这个隐含利率的前提之下 我的那个租金要怎么样重新去计算 好 这是事例18会讲的条件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422页 差一年初新立公司用融资的方式 将成本25万新购的机器租给成名公司 然后租金每年是5911 这个跟我们前面的事例几乎是一样 而且是其出支付这个机器可以用6年没有残值 然后呢 借满的时候 租金借满的时候 机器的估计残值有保证2万块 就是成租人保证的 那增额利率是10% 如果没有发生原始直接成本的隐含利率的话 那隐含利率是12% 那但是他有发生了直接成本 原始直接成本3589 那第一个 如果要维持12%的租赁隐含利率的话 他的租金每年要订多少 好 又等于说 我现在不知道我租金是多少 所以我租金是R 1加上 因为他是期出付款 所以1 好 因为每一期都要付 好 所以看一下 他每一期都要付要付几期 租期是5年 好 第一期不用折现 所以四期 隐含利率是10% 看一下 乘租人的隐含利 12% 出租人的隐含利率是12% 他说要维持这个12%的话 好 然后再加上 所以我又没起租金要多少 那另外有保证产值 2万 5年之后的2万值现在多少 在折现率12%的情况之下 好 我这个资产的公允价值 出租入 出租 出租 租赁 租赁开始日 好 他的公允价值是25万 所以我们去算这个每一期的租金要多少 好 所以2万去乘上 好 把你的复利年金限值表找出来 先找出复利限值12% 5期是0.567.427 0.567.427 好 所以是 对不起 2万去乘上 0.567.427 好 好 所以是11349 好 这边是11349 好 所以我的R呢 会等于多少 所以25万 好 25万去比较 去除 这边年金限值表去找出来 4期利率是12% 3.037 1349 加1 4.037 所以出4.037 349 所以我的 等一下我算出来的R还是一样的 对不起 这边忘了一件事情 好 我这边的原始成本不是25万 3589 好 对不起 因为它原来机器是25万 因为这样算起来 活到R还是5911 完全一样了 还想到那算什么 因为忘记了 它有一个直接原始成本 要当作它25万的成本的增加 所以是25万3589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5万3589去减掉11349 去除4.037 4.037 349 所以得到我的R呢 所以我的R就要6万 每期的租金调整为6万 我的隐含利率才能够维持12 好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维持12的情况之下 我的隐含利率 好 第一个 所以它说呢 第一个问题说 那我要把租金定为多少 那如果呢 每期的租金一样 陈租人不同意变更 好 我要维持5911 那 陈租租人呢 就要去算 那它的隐含利率是多少 好 所以另外一种情形是 对不起 陈租人说 你的租金我不同意让你赶 当时你没有讲清楚 你认为是这样 就已经这样了 所以我就不同意让你赶 好 所以这边就是I了 好 我们要算 那陈租 那个出租人要讲 就要去算 它的隐含利率是多少 因为为了它才能够做贪销 好 所以我这边的金额是59111 好 其他没变 好 这边一样是什么 我要算的利率 好 隐含利率是多少 所以我们用什么 事物差补法 还有没有人不会做事物差补法的计算 这是最基本一定要会的哦 先事物找出你的区间 然后再用差补法 所以这个叫做事物差补法 因为你首先你不知道你的区间在哪里 因为它一定可能算出来不会是一个刚刚好的数字啊 不会刚刚好的数字 所以我要找出一个区间 然后再来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算好了 因为记得上一次考完试以后 有人还是在问我事物差补法怎么做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呢 如果我的i等于10 好 从我们的年金线指表里面 好 因为我这边就 就我手上这个呢 i有等于10跟等于12的 好 没有11的 好 所以如果有11的话 你找的区间越接近的话 你得到的值会越接近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10 好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 如果i是等于12的话 就刚刚好25万嘛 对不对 我们前面已经算过 如果这边5911 这边12 这边是这样的话 我得到的这个数字25万了 对不对 好 如果等于10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值是多少 好 如果i等于10的话 59111乘上1加4.169 好 就是乘上4.169 865 4.169 865 加上2万 去乘上年金限值股期的10% 好 年金限值 乘上0.620 乘上0.620 921 所以是258903 好 所以是基于这两个中间 好 所以我现在是253589 好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从10%去算 i加上 好 这个 这边的急剧是2% 好 是两个percent 所以是8903 那我这个数字跟253 253589 差了多少 53 5314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五三一四去除8903 乘上2percent 所以是1.1938 好 所以加上10的话呢 所以我是 我的i就等于 11.1938 看一下 跟课本的答案应该会一样 好像有的话 就是小数点的差而已 看一下 1.18 好 因为我取的急剧是比较大 如果这个数字 它的1.18 很有可能是什么 1 i等于11 跟12中间算出来的 就会比较接近那个数字 这样看懂吗 所以未来 我给你差不还算的时候 就请你 1 我给你的限制表去做 好 我给你的急剧多少 你用多少去算 好 但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待会可以用什么 用 我们的 原来的上策应该有11percent的话 你可以去算算 11跟12中间去算 可能算出来的i 就会11.18 可以啊 可以啊 结果应该会一样 好 结果会一样 我这个只是什么 这是10到12 我是从这边往下算下来 如果你从12也是这样颠倒上去 结果一样 好 意思是一样的 好 这是事物差补法的计算 所以这个是很基本的 你一定要会知道怎么算 好 这个就是如果我维持每期59111 那我的隐含利率应该调整为多少 因为调整这样以后 我才能够做什么 我才能够往下去做我的摊销表 好 那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如果出租人有直接原始成本的话 那要算进来 因为等于是什么 出租人也要把他什么 负责钱要收回来 所以这个要调整 医者是调整他的利率 如果他维持他的隐含利率的话 他调整他每期的租金 刚刚我们写的 那要看的话呢 他就要什么 要去重新去调整 我插掉了 调整他的隐含利率 这样我的摊销表 才能够摊销得完 好 这样我做出来 我后面的摊销表 才能够摊销得完 这样清楚吗 好 你也可以去试试看看 因为我做这个隐含利率的目的在哪里 我的摊销表才能够做 要不然我用12个 这样我摊销表 摊销不完 就没有办法摊销到最后的结果 餐值剩下2万的结果 好 这样清楚吗 这是如果出租人 有一些成本发生 为了促使这个租赁合约的完成 而发生的一些直接成本 好 第二个情形 如果我的未保证残职 有改变 好 看一下呢 在年初的时候 跟势力12 势力19一样 但是呢 它的那个 有内容有一些不一样 好 它是直接融资一样 都是成本25万 好 然后租期5年 每年租金5911 而且是期初 这个租金可以用6年 没有残职 然后估计残职是2万 但是没有成名公司保证 或者其他第三者保证 好 那成名公司的那个增额利率12% 10% 云含利率是12% 跟前面一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你的未保证残职是留2万 然后呢 但是呢 就是在经过两年之后 心理公司估计这个残职只剩下1万8 好 未保证残职还是有 只是我从原来的2万调整为1万8 那这个变更对于出租人来讲 成租人来讲没有什么影响 为什么 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保证残职 所以对于成租人来讲 这个未保证残职变多变少 对他来讲都没有影响 因为他们有保证 如果这个保证残职由成租人有保证的话 那保证残职的变更 那当然就会什么 他就会影响了 所以我们讲这个例子里面 因为他是未保证残职 所以未保证残职的变多变少 对于成租人都没有任何影响 影响的是出租人 但是如果你的残职有经过保证 然后双方又同意把保证的残职做调整 那双方的账都要重新做记录 要计算以后去做调整 所以我要强调这个例子是因为未保证 残职人没有保证 所以变多变少 对于成租人都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影响的是什么 出租人 那因此如果相反的讲 如果我的残职有经过保证 然后这个保证残职又发生变动 那对于成租人跟出租人都有影响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好 看一下呢 这个例子呢 因为是什么 未保证残职 所以对于成民公司都没有任何影响 只有什么 只有对于信力公司出租人有影响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在这一天 差二年的12月31号 那这一天呢 它的运收注定款是多少 未实现利息收入是多少 我们首先看一下 应该这个例子在前面就已经做过了 它写在424页 好 我们看一下 它的摊销表 我们就不再讲它的摊销表 反正就是从差一年 意思一开始 做到差五年 本来它的摊销表应该是期末会剩下两万块 好 这应该我们前面有做过 好 它的摊销表 好 它的摊销表本来呢 应该是像406页 这个是前面的例子一样 前面是成租人 然后呢 这个 它的摊销表 就是长这个样子 在406页 这个例子跟适例 没有完全一样 只是当时候有保证残值 好 所以对于成租人来讲 它的摊销表最后会剩下两万 那这个如果是 就是就出租人来讲 它的残值也只有两万的话 那出租人跟成租人的 那个金额会完全一样 好 那现在呢 它是未保证 好 所以呢 这个成租人呢 没有影响 因为未保证 所以你怎么变多变少 对于成租人都没有影响 对出租人有影响 那我们看一下呢 看一下到差二年的 它是差二年底的时候 去做这个调整嘛 好 差二年的时候 它去估计了 所以差二年 你可以看一下 到差二年12月31号的金额 跟差二年底 它这个是期初付 也是期初付款嘛 25万 19万零 好 那是五万四千 好 本来在差一 差二年初的时候 是不是跟前面的一样 差二年初 我的运收租赁款的限值 就是万四千六百八十五 跟四百零六页的 应付租赁款 差二年初 付了五万九千一百一十一之后的 应付租赁款的余额 是万四千六百八十五 完全一样 我们看一下 对照一下 四百零六页 跟四百二十四页 四百零六页是 如果是出租人的话 你只是把他的科目 这个科目改项 比如说你是什么 收到的利息 然后承认了利息收入 好 然后我的未实现利息的摊销 应收租赁款的减少 好 只是他上面的item 改变一下而已 但是他的镜头资金 是完全一样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差二年初 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他的应收租赁款的限量 限值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 镜头资金额 就剩下四五万四千六百八十五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四百二十三页 他讲了 就差二年底的时候呢 我重新估计一下 他的残值只剩下一万八千而已 所以我要去算 如果差二年底 我估计的残值就一万八千 那我的镜头资金额 应该是多少 这样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好 因为我说了 因为这是一个未保证残值 所以对于这个未保证残值的变动 只有影响出租源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所以我对照一下四百零六百 我只能讲说原则跟你讲说原则上如果是保证残值的话 那乘租人的会计记录跟出租人的会计记录是会完全一样的 数字一样 只是它是利息费用 它是利息收入 不同而已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做了这个变更之后 因为照理说对于运收租赁款来讲 好 我的限制运收不是限制 运收租赁款的金额 好 运收租赁款的账毛额 我们本来是不是运收租赁款 是每期的租金 加上保证残值 加上未保证残值 好 所以我现在是59111 我还可以收几年 我是差一年租的 然后呢 收了两年 我还有三年 我还有三年 好 所以加三年 乘三年 然后呢 我的保证残值只剩下一万八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的毛额应该是多少 59111乘三 加一万八 所以是剩下一九五 三三三 好 一九五三三三 那我的未实现的利息收入应该有多少 也就是说 我原来有两万 现在减少为两 剩下一万八 我是不是要减少两千 两千的限值 值现在多少 所以我在说 我的两万块 减少为八 一万八 所以减少了这两千块 我去乘上三年的利率是12%的折现值 因为现在算什么 差三年 差二年底 所以我们上差三 差四 差五 所以还有三年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呢 这两万 去乘上 两千 两千去乘上 如果是12%的三期 复利限值 是不是0.711780 好 所以是1424 好 所以简采这个是1424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的未实现利息收入的余额 本来还有24086 不是 本来还有四调整之后 看一下 原来我的调整金额在406月 差三年的1月1号 等于是差二年的年底 我本来要调整的 利息收入是18562 好 然后我现在呢 未实现的部分呢 运收助理 那个未实现的金额 我现在反而是 你可以看呢 我的运收助理款 本来是197333 那我差二年 因为变更了 所以变成195333 好 那我本来的未实现利息收入 好 有24086 差二年底 我调整完之后的金额 有24086 然后24086我要调整 调整为这个减少 所以24086减少1424吗 不是这样减少 而是什么 应该是往上去看 我的未实现的金额 本来是 等于是 等于是 4264 本来我这样 如果照理这样 没做调整之前 是这样的金额 期末调整173247 就期末调整完之后的金额 是173247 但是我现在是不是要减少 我的运收助理款的限值 应该要减少 这个1424 好 你可以看我如果是173 197333 减掉24086的话 我剩下173247 好 但是我现在因为我调整了以后少了2000块 所以173247减掉1424 所以我调整完之后 我的应修助理款的限值就有173823 这样看懂吗 好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差2年原来的 我调整完之后的运收助理款的 运收助理款的限值 运收助理款的限值 就是运收助理款的毛额去减掉未实现利息收入 我们也给他一个名词叫做净投资 好 净投资就是运收助理款的金额减掉未实现的利息收入 那我们现在在算利息收入的时候 是根据净投资的金额来算的 那我净投资的金额 在第X2年底调整完之后 173247 因为我的未实现 未保证残值减少2000 所以减少2000呢 等于我的限值就减少1424 所以我会调整 我的做了调整之后 我的未实现的利息收入是23510 就是271 应该是195333减掉171823来的 就当我的未实现利息收入是这个金额 这样看懂吗 这样可以吗 主要主要的是说 第一个 我要做更入的时候 我的运收助理款 要从原来的197333去调整下来 因为如果没有变更之前 我的运收助理款是197333 但是现在因为我的保证残值减少2000 所以我这个通常 我算完之后我就要写分路啊 我的运收助理款 要从原来的197333减少为195333 所以我的运收助理款要减少2000 减少2000里头有一部分先去抽我的未实现利息收入 因为我的未实现利息收入 要减少调整为 减少1424 这是我要减少的金额 因为减少了这个金额之后 我才能够把它编成是2530 所以你可以看我的调整的分路 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下面 我是不是未实现利息收入 这个地方是 我减少这个 我的 不是我的未实现利息收入 因为我的资产的金额就减少了 所以资产减损 等于运收助理款的资产减损 那我的未实现利息收入 是 我资产减损是1424 所以我的未实现利息收入减少是576 因为2000块不是我的未实现利息收入 是原来运收注理款的金额 但是三年之后的运收注理款减少 减少多少 减少2000 相当于现在的1424 那这两个中间的差 就是我的什么 利息收入 这三年的12%的利息收入 所以未实现利息收入 所以未实现利息收入 是减少576 是这样来的 这样看懂吗 也就是说 我的运收注理款 从差二年底来看 三年之后减少2000 那减少2000 值现在多少 相当于现在1424 但是我的毛额是2000 跟1424中间的差 就是我的未实现利息收入 要从小的金额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我的未实现利息收入 是这样子得出来的 所以我的未实现利息收入 才会从24086 减少为23510 人年就是这样子 好 这是我们在 1424页所写的分路 那做完之后 后面就完全一样了 因为我们的贪销表 就根据195333 那乘上12%的隐含利率 然后去往下去做贪销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424页的171 因为我的镜头之金额是195333 减掉未实现利息收入 所以镜头之金额是171 823 去乘上12%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接下来的 承认的利息是不是13525 跟我的什么 看一下呢 我的往下调整的时候 对不起 因为一开始我期出就负了 所以171 823 一开始期出负了59111 所以我算第二 差三年的利息的时候呢 是171 12 712 乘上12% 所以我承认的利息 被收入是13525 因为它是期出 它是期出就收到钱 所以差三年 我的镜头之金额不是171 823 而是什么 112 712 因为171 823要先减掉 我年初就收到了钱了 收到59111 所以我等于我借给人家的钱 只剩下112712 去算那一年的利息 好 这样看懂吗 当你这个跟朱约变更没关系 是我的为你保证产子发生变更 但我也讲了 如果是保证产子发生变更 所以保证产子要发生变更 要成猪人跟出猪人同时都同意啦 它难度比较高 你要提高 成猪人会不同意 你要降低 出猪人会不同意 所以这是比较困难去达到共识的 好 所以 但是如果出猪人 他自己认为 原来的未保证产子发生变动 那比较容易 因为成猪 出猪人自己上上去做调整 他不需要经过出猪人的同意 因为出猪人没有保证嘛 好 好 这是看懂了吗 这是事例 事例多少 好了 我拿一个题目的给大家做好了 要不然大家听我讲 讲的都在睡觉了 好 我们看一下呢 找一个诸约变 那个 好 诸约修改 好 看起来只有一题是 看一下第二十题好了 四百四十七页 好 租赁期间未保证产子 就跟刚刚那个例子 完全一样 好 四百四十七页第二十题 好 如果你是第七版的话 你找一下 差一年出甲公司将机器 以直接融资方式出租给已公司 租期五年 好 每一年租金七万 其出付款 这个机器可以用六年 没有残值 那借期这个 租期借满的时候 这期的残值有两万 但是没有经过保证 好 开始日 这个供应价值是三十万四千三百零九 增额借款利率百分之八 隐含利率百分之十 好 这个百分之十 有位 以公司 呃 陈租人所资 然后呢 经过了两年之后 好 年底 第二年年底 然后认为 好 甲公司认为这个资产只有一万块 好 请你做一下 他保证残值减少的分路 以及收取租金调整分路 好 所以我们这样做呢 我不知道对不对的时候呢 你就往下做 好 那你可以看 我最后的结果差三块钱 可能是这种问题 所以呢 我们这边做了调整 就把 做这个分路 好 第二个 他要问我们做 插三年 我所做的 呃 利息收入 所以借未实现 利息收入 带利息收入 插三年 年底 一二九零零 好 大概就是这样吧 好 应该跟课本上面的题目 应该不会有 答案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只差尾数而已 我现在是 一路把他刺则五路下来 他的结果跟最后差三块钱 去调整一下 好 所以跟前面所看到的那个例子 完全一样 只是数字 稍有变化而已 改一下数字而已 好 那我只是说 如果我不确定 我这样写 对不对 你就是从差二年 一直往下 差三 差四 差五 把他做到完 因为他期末 把他的未保证残值调整了以外 所以我的运收 运收租赁款的限制 就剩下一万 这样的摊销表就是 就没有问题了 好 就是 如果你的未保证残值 发生变动的话 发生改变 好 到这也没有问题